大家好 我是来自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南京市口腔医院的李厚轩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临床亚洲病学和口腔种植学 第一卷基础知识第一章解剖的第五部分 骨结核 本章将主要介绍五方面的内容 第一骨结核的概念 第二种植体植入的组织创面和创面愈合 第三制工型和非制工型种植体 第四骨结核的形成过程 第五骨结核的形态发生的一般模式和种植体标本的活体观察 首先来了解前演部分 在第三章的学习中 我们已经知道 在五亚区牙草级完全愈合后的位点 通常有大约两到三个毫米厚的 居角粘膜覆盖 那么居角粘膜的表面呢 是覆盖的一个角化上皮 主要是有富含胶原纤维和成衣纤维细胞的结粒组织构成 然后呢 经由骨膜牢固的附组在骨面上 那么去而去牙草级的外壁 也就是我们的皮质骨板 是由板成骨构成 并将松制骨包围在内 那么后者呢 是由板成骨形成的骨小粮 包裹着骨水形成 就我们平常大家了解的一个 就是硬骨板 然后骨水和骨小粮的概念 那么骨水内有大量的血管结构 以及脂肪细胞和多冷间通质细胞 目前已有多种种子体系统 被应用于修复缺失氧 包括骨膜下种子体 纤维包裹的骨内种子体 以及直接与骨主子接触的骨类种子体 也就是我们恩说的骨结核种子体 骨结核这个概念的提出 然后是在1969年的时候就提出来了 然后主要是布雷玛克提出的 那么到了81年91年等等 这个概念呢 一直在一些变化和修订的过程中 那么最早的这个概念呢 是指的是载核有种子体表面 与活体骨主子功能性与结构性的连接关系 那91年的时候经过修订呢 认为骨结核是一种意愿性的材料 在功能负载过程中获得 并保持无临床症状的刚性固定的过程 那另外的对骨结核的概念的诠释呢 是以术语功能性骨粘连来描述 活骨内种子体刚性固定的特征 那么它阐述了 如果遵循无创的植入种子体的原则 并且种子体就良好的初期稳定性 那么新生骨能够直接承接于种子体的表面 因此为了获得状态良好的骨结核 或者叫功能性骨粘连 在瘦区形种子体植入时 必须保证起初期的固定 也就是我们的初期稳定 这种初期或初期的稳定性 是通过瘦区矿化的骨质 通常是皮质骨与金属装置之间的接触关系 或者是摩擦力获得的 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部分 种子体植入 包括组织的创面和创面的愈合 那种子体植入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是指在种子体植入的手术过程中 手术过程的创伤和树区组织的创面越小 新生骨承接到种子体表面的过程就越迅速 种子体植入的手术步骤 包括切开粘膜 那么紧接着通常但不一定要翻起粘膜板 从皮质骨分离骨膜 然后在瘦区皮质骨和松竹骨的组织中预备孔道 然后将钛种子体植入预备好的孔道 这同时会对粘膜和骨组织带来一系列的损伤 那树组呢 通过炎症反应来应对这种创伤 它主要的目的是清除受损的组织 为树区的再生修复做准备 那上述硬组织所受损伤还应该包括 当植入的种子体的直径 比预备的孔道稍宽时所受到骨组织的损伤 也就是我们植入时的脊入效应 在这种情况下 种子体周围矿化的骨组织受到压迫 并表现为一系列的微骨折 那第二呢 在孔道内 尤其是皮脂股的区域的血管组织会被破坏 那同时骨组织的营养供结会受到损伤 并且大多数受影响的组织最终会失去活力 因此我们要明白 种子体植入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导致组织损伤的过程 那受区的组织损伤以后软硬组织的利益方面呢 它也同时启动了厂商的修复过程 那从而最终保证种子体与骨的一个粘连 也就是骨结合的发生 以及建立精细的粘膜的附组装置和软组织的封闭 使骨组织免受口腔中的物质的干扰 包括细菌的干扰 那种子体植入后的组织的创面愈合 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在种子体植入后 被切割的骨组织的愈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并且在树区不同的区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 在皮植果的区域 新生果形成之前 无活力的矿化组织首先被清除 被吸收 另一方面 在松植果的区域 因手术 就是孔刀的预备 或者是种子体植入过程 造成的损伤 主要引起软组织 主要是指骨髓的局部出血和血泥块的形成 然后血泥块逐渐被吸收 被演化成肉压组织 同时血管和白细胞 以及间中子细胞 就是从所预备的孔刀 孔刀的臂向内生长的这些 间中子细胞 那随着间中子细胞 不断地从周围的骨髓向此迁移 那肉压组织 逐渐被展示性的结底组织 也就是展示性的机制所取代 并最终转化为肋骨质 在肋骨质的内部 腔机灵徽式的晶体 不断沉积于新生的血管结构 周围的胶原网状支架中 那以此方式 未成熟的编织骨的逐渐形成 那在这一个方面的内容 在第三章的时候已经学习过 那从此来开始了骨结合的过程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 制宫型和非制宫型种子体 在本章集中只讨论 以纯钛为原料制作的螺维性种子体 这种种子装置的设计特点和植入室的操作步骤等 可能影响国结合过程中的形成速度 如果选择非制宫型的种子体 那么要求对受吹的处理过程必须十分的精细 包括在硬柱子预备孔道时 制备出标准的痕迹 也就是说标准的这种螺纹 那么这些痕迹或者螺纹呢 是有携带切刃的公式状预先切割出来的 那图片展示了自宫型种子体 这个是4.1的直径的这个种子体 那么它的圆柱形的直径呢 大约是3.5个毫米 在受区的硬柱子孔道预备时 那么依次使用直径逐渐递增的先锋转或扩孔转 直至最终的直径为3.5个毫米 在种子体圆柱形的表面 那有0.3个毫米的螺旋形的排列的螺纹 因此呢整个螺纹种子体的直径就是4.1个毫米 也就是3.5加0.3再加0.3个毫米 图片5-2所示的是公式传的形态 用于对硬柱子的孔道进行预备 那经过公式传的处理以后 植入区组织的孔道就与种子体一致 在古密度高的区域 使用公式传在硬柱子孔道内壁 预备出适了一个毫米的螺旋形通道 如此种子体的外形和在受区硬柱子预备时的空间就完全一致 当种子体植入后去螺纹结构 能够顺应硬柱子孔道内壁的螺纹 从而引导种子体以最小的硬力就位 图片5-3所显示的为植入手术以后 24小时进行活检取材的实心螺纹性种子体 以及其周围组织结构的变化 那该种子体的金属螺纹与受区的夹侧 夹舌侧的皮质骨区域的这个骨的骨壁的接触面积是很大的 因此获得了良好的初期稳定性 在种子卫点预备和种子体植入的过程中 松植过区域的骨小粮发生了明显的疑味 进入到骨水的结构中 那骨水区域的血管被泥断导致了出血 并伴随血淋块的形成 也就是图5-4所显示的 图5-5所示呢 经过16周的愈合期 在非自工型的种子体的边缘区域 可以见致密的板尘骨 与表面粗化的金属直接接触 同时在种子体的根间区域 可以见薄成的成熟的骨组织 与种子体表面直接接触 从而将太种子体与骨水分隔开来 这个图片上的图A所显示的 是在瘦区的皮质骨的区域 骨密度很高 图B是图A的一个细节图 在更靠近根间的区域 种子体的表面可见薄成的新生骨质 同时请注意 国小粮的板尘骨 由种子里延伸进入到骨水柱质 图5-6所示的是 质工型的种子体 它的直径是4.0个毫米 在其根间的区域设计有切割韧 那么它的螺纹是在加工过程中 在钛材料的圆柱体上 切割出来的连续的沟槽而成 当准备植入一枚 直径4.0毫米的 这个自公型种子体的时候 首先需要在瘦区 以先锋状或扩孔状的依次预备 直至形成最终的直径为 3.7毫米的硬组织的空道 在种子体直径的过程中 丁肩区域的切割韧 能够在孔道的内壁 形成0.3毫米宽的通道 因此最终的孔道的直径是4毫米 当种子体达到预定的深度的时候 其螺纹的外壁与皮质骨区域 就是初期稳定的保证的矿化骨组织 和松子骨区域来被切割的骨织 图5-7所示的是 为瘦区的一枚质工型的种子体 那该种子体进行了表面的粗化处理 活体标本取自植入后两周 那种子体的表面螺纹的外层 与原有的骨相连 而螺纹与螺纹之间的凹陷处 只以新生骨形成的为特征 因此同样可见新生骨 与种子体表面直接接触 图A所示的是植入两周的时候 在根间的区域 可见大量的编织骨的形成 那图B是图A的细节图 它显示的是在螺纹区 可见新生骨直接接触到 种子体的表面 图C是图B的进一步的放大 那用原有的骨组织 延伸出的这种新生骨 以到达钛结构的表面的相邻 或者连续的两个螺纹的凹陷处 图5-8这张图所示呢 为经过六周的愈合期以后的 这个磨片 可以看出连续的新生骨 能够覆盖绝大部分 粗化的种子体表面 那这些新生骨同样 与种子体原株性结构 周围原有的这种成熟骨组织 来相连续 其中图A的显示的是 在边缘区连续的骨组织表面 覆盖了这个态的表面 那进一步放大以后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新生骨就是生软的这些区域的 这个地方呢 直接与种子体的表面接触 图5-9所显示的是呢 经过了一年零四个月以后的 愈合期以后 在骨组织形成的区域的骨结构 已经进行了改建 种子体周围完整的印竹子床 是由板尘骨构成的 那么该板尘骨包括了 成同性原状排列的 也包括成无规则排列的这些板尘 接下来学习第四部分 骨结核的形成过程 现有的许多实验 通过动物模型对种子体植入 以后牙草挤 并切构区域的骨子的 这个重新形成过程来进行了研究 那么在最近呢 就是03和04年 其实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那么有两个这个研究团队的 对在犬内的下户骨植入的 这个种子体植入后 周围骨子的这个形成和骨结核的 这个阶段来进行了这个描述 主要分为了几个阶段来分别进行了解 可以分为育和小石 纤维的一个增生 骨的改建和重建四个阶段 那实验所选择的这个直体呢 是采用的是实心的螺旋形的 且表面进行了粗化处理的 个性化的种子体 是由纯态来制成的 那就是我们的图片 5-10所显示的这一部分 那该种子体呢 表面有两个连续的螺纹凸起 也就是垂直的这个泼面 关的这个螺纹 它的间隔了是1.25个毫米 在生产加工的时候 在种子体螺纹区的体部 预留了0.4毫米深的U型的 这个圆周向的这个包围的沟槽 那螺纹的凸起出来 未经过此处理 将此非制工型的这个种子体植入树区以后 那螺纹的凸起能够嵌入 由公式状在硬竹之壁预备出的通道中 那这样的结构 可以为种子体提供出气的稳定 种子体的凸起 与种子体体部之间的空间 构成了几何形状的良好的愈合小时 那至植入树后的两小时到12周以后 分别进行活检 来了解这个愈合的过程 那获得的这个活体标本 进行了磨片和脱钙的这个切片的观察 那这个愈合小时是指的什么呢 就是图的这个5-13所示的这个种子体 及其周围软组织的这个泼面观的上所看到的 那是在植入树后两小时进行这个取材活检 所取得的这个图片 种子体上螺纹凸起的最高点 是由公式状在皮枝骨预备的痕迹的凹陷处 直接接触那愈合的小时内呢 是充满了血淋快 其香微蛋白类呢 这个网架内包含了大量的红细胞啊 中性粒细胞啊 或者当耳确实细胞 那这些白细胞呢 显然是以创伤组织的轻创过程 也是有关系的 那这个图5-14到5-16 这个张图片上所要显示的这些内容呢 是包括这个种子体植入以后 24小时这个愈合小时内的情况 然后呢显示了愈合小时内是充满了血液 那就是前所说的 可以见了红细胞中性粒细胞 或者是巨石细胞包扰于这个纤维蛋白的这个网架中 那经过了四天的这个愈合期以后的 愈合小时的情况 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可以见到愈合小时内的大部分的空间呢 已被肉压组织所占据 就是发生了纤维增生 在愈合小时的部分空间呢 已经被节力组织的机制展示性的取代 在该组织内呢 包含了大量的尖通的细胞 红细胞 中性粒细胞和巨石细胞呢 仍然是包扰尾 与这个纤维蛋白的网架中 那么图上呢 这个C的这一部分 表示的是经过一周的愈合期以后的这个膜片 那么请大家注意观察 在愈合小时内的新生的编织骨 那编织骨呢 它是与种植体的表面是直接接触的 那骨改建的发生呢 是在这个过程 经过一周的愈合期以后 愈合小时内的展示性的节力组织呢 富含了血管结构和尖通的细胞 那剩余的炎正细胞的数量呢 相对较少 在愈合小时的部分区域的展示性的节力组织中 已有富含细胞的未成熟的骨组织 在血管的周围已经形成 那编织骨的形成不仅建于义合小时中心 在明显的与种植体直接接触的散在的区域内以后发生 那么此过程呢 被视为国际核的最初阶段 已被认为是种植体表面与新生编织骨之间的衔接 那我们对这个国际核的形成过程呢 进行一个小结 首先是愈合小时内最初被血泥块占据 那随着血管的长入 以及白细胞和尖通质细胞的迁移 血泥块逐渐被肉压组织替代 那尖通质细胞的不断的迁移 使得肉压组织进一步被展示性的机制代替 那后者呢 后者富含了血管尖通质细胞和纤维 那纤维真生的过程和血管新生的过程呢 随后开始 在第一周的愈合 其内呢就可以观察到新生骨的形成 那新生的这个编织骨呢 起自被切削的骨床 这个称为外生性尘骨 也就是远端的尘骨 但是呢 在种地体的表面 也可以观察到新骨的重新的形成过程 尽管这里离原有的骨质有一定的距离 在之后的几周内 在之后的几周内 编织骨的骨小梁被成熟骨 也就是板尘骨和骨水代替 也就是我们的骨改建发生了 接下来学习骨结核的形态发生 将从重体骨结核的一般模式 活体标本的观察 也就是早期的创面和创面愈合的过程来进行分析 现在已有一系列的报道呢 描述了人类的口腔太重 这些的骨结核的过程 那这样的文献呢 有非常的多 在这些研究 在这些研究中 他们把表面粗糙度适当的 固位螺丝装置呢 植入到志愿者的磨压后点区域 并建立了封闭的愈合环境 分别在第一周 第二周 第四周和第六周以后呢 用环转取种植体 及其周围组织来进行活检 他们对这个样本进行的组织学和形态学的检查 并特别关注了直接与种植体表面接触 或者是与临近种植体的表面的 这一部分的组织的成分 比如旧骨 内骨质 新生骨和非矿化的间充质的软组织 那另外呢 在种植体的周围的创面的这个边缘 每过时间点呢 都可以观察到这个骨碎片和骨颗粒 那么这些组成呢 这些组成的成分显然是在这个钻孔的过程中呢 的一个残留物 图5-20的这个柱形图 所显示的是愈合 一二四六周以后 组织和种植体界面的新骨 旧骨 骨碎片和软组织的百分比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 可以看出临近种植体表面的旧骨 软组织和骨碎片 所占的百分比下降 而新生骨的这个百分比上升 我们有理由认为呢 旧骨与种植体的接触 建立了太种植体的初期的机械稳定性 那么后续的新生骨呢 实现了骨结合 具体的变化呢 是在治疗一周的时候 界面的区域呢 大约有40%是由软组织构成的 那这些软组织呢 包括的是肉压组织和临时性的集体组织 那另外 骨碎片和旧骨的占比呢 是45% 两周以后 那新生骨呢 依然很少 但软组织量呢 显著的减少 两到四周的这个期间 界面的区域的新生骨的数量 明显的增多 那该时间段内呢 新生骨的比例 从10%上升到了30% 而硬组织的碎片的量呢 明显的降低 同样 在四周到六周的这个期间 那新生骨呢 明显的增多 大约从30%上升到了60% 旧骨和骨碎片的量 显著下降 那幻言的说呢 就是人体内 骨结核过程 似乎在第2到6周的时间呢 是最活跃的 那我们将这部分内容 做个总结 在这个以人为研究对象的 特殊的研究中 为期六周的观察期内 可以观察到最初出现的 锦铃种植体的旧骨 骨碎片和软主子的逐渐减少 而新生骨的量呢 逐渐增加 这个最终形成的骨结核的 浴核的模式 与这个本章的前部报道的 动物实验的结果呢 十分一致 接下来了解一下 活体标本观察 包括的这个早期创面 和浴核阶段的 两个过程的具体的内容 图5-21所示呢 为早期的创面 显示了种子体植入以后 在早期阶段取材的种子体 及其周围的组织 我们可以看到旧骨 尤其在这个骨皮质 就是边缘的这些区域 这些旧有的这种致密的骨头 是否与种子体直接接触 那么这显然有助于 种子体装置 获得出气的机械稳定性 种子体的根肩部分呢 被更多的非矿化组织 骨碎片和骨颗粒所包扰 接下来看看 不同时期的预合过程 图5-22所示呢 经过一周的预合期 大量的旧骨 占据了手术预备区的边缘部分 这些骨组织 是否与种子体紧密接触 如前所说 那么存留的旧骨与太庄之间的这种密切的接触 可能是种子体获得初期的稳定的先决条件 而且对骨内创面实现最佳的预合也很重要 预合的早期可以观察到 有新生骨出现在旧骨的表面 而在窗口的宁静的区域呢 可以观察到骨的吸收 就换言之 早期的预合阶段 是以硬组织的成绩和吸收为特征的 在种子体的表面或者附近 经常呢可以观察到这些骨的碎片 那骨的颗粒啊 或者尖充值的软组织和薄层的内骨质 图5-24所示呢 为种子体植入一周以后 在切割的骨的边缘和种子体的表面之间 出现了大量的骨碎片 也就是BD所显示的部分 和更大的骨颗粒就是BP所显示的部分 那图5-25所示呢 为种子体植入以后 一周在旧骨依然与种子体的螺纹相接触 在以下的两个位置呢 可以观察到新生骨 第一个呢就是在旧骨的边缘 第二呢是在种子体的表面 那骨的碎片就是BD呢 所附作在种子体的表面 同时已嵌入在宁静的 肩虫子软柱子中 那新生骨主要是由成骨细胞 秤里的部分矿化的内骨质所构成 在第二周的时候 旧骨的残留物 显然依旧已存在于种子体的 位点或者是边缘的部分 如图5-26所示的 为种子体植入两周以后 在致命的旧骨与种子体 最惯方的部分相接触 注意看看显微照片的底部显示的 骨吸收就箭头所示的这个区域 在宁静种子体及距离种子体 有一定距离的这些区域来 均可以见到硬竹子的吸收的区域 就我们平常说的骨吸收线窝 另外新生骨的微小的区域出现在 种子体的表面 或者是宁静种子体表面的区域 那编织骨形成是有所谓的骨结核的一个始发的信号 图5-27所示为活跃的骨组织的一个构建 说明编织骨形成为特征的这些位点 那编织骨的新生骨小量从旧骨延伸进入临死的集体组织内 图5-28所示为 图5-28所示为种子体植入两周以后 显微照片显示的种子体位点的种子的这个 种子体和骨界面的这个部分 该区域呢 先充满临死性的集体组织的机制 种子体的表面呢 可见新骨和内骨的组织 那么注意看看 种子体表面的骨碎片 也就是BD 包括了未成熟的骨 也就是MB和矿化的机制和内骨质O所显示的部分 这个成分呢 它与种子体是直接接触的 那OSB就是代表的是内骨质 与解体组织之间的这个区域 在第四周的时候 愈合过程的骨重建呢 变得特别的显著 由此呢 临近这个种子体表面的一些区域呢 可以观察到吸收的过程 同时呢 临近区域呢 也可以见到编织骨的形成 就是图5-29所示的 这个种子体植入四周了以后的 这个情况 那新生骨就NB 形成了一个微小的骨小量的网络 将旧骨表面和种子体表面 连接在一起 种子体表面的新骨 成绩于骨碎片的这个存在有关 图5-30所示呢 在第六周的时候 临近种子体的这个区域 可见大量的新生编制骨 板虫状骨和骨水 这种新形成的硬组质 显然是更稳定的 骨种子体接触的一部分 也就是骨结核 那显微照片所显示的 愈合了这个种子体骨组质的一个界面 在旧骨就是OB的表面 和重子体表面的可以见到新生骨 就NB所代表的这部分 今天的这个骨结核就学习到这里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